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历史 去看一看这支部队的真实演变过程 中国军队最早创建空降兵部队的实际行动 始于1942年 时任空军入伍生总队长的劳生桓 是当时的负责人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空军当局鉴于德国用垂直包围 以战车席卷勾入 而日后空军正战极大优势 我大后方之安全 须及早策划加强对空作 站之部署 由市校将飞行淘汰之学生 载席跳伞 做建设以伞兵部队制试验 演习防空机队空作战等 事项任务委诸我大负责 因此在我总队内设跳伞训练队 同时做对抗演习计划 以学校各种教练级 假装敌机空袭成都 促桥机场 将全总队学生演习散兵占领机场 向成都进攻 防守部队为25部迅处支部兵一团 行委会派大员兼林 及请成都附近军事首长参观 是为我国垂直作战 运用散兵制包使 1944年1月 郭敏政府在昆明 正是组建中国第一个散兵团 开团隶属杜月明的第五集团军 为了加快空降兵部队的建设 1945年3月 美军派遣了高达300余人的散兵顾问团 来华训练中国空降兵部队 并带来了大批散兵用的专用装备 1945年4月 散兵团改编为陆军突击总队 只属于陆军总司令部 这支部队是当时国军中级少数的精锐之师 全军严格 按照美国散兵部队的标准作讯和装备 突击总队下下四个大队 共计20个突击队 其两个补充大队 共4000余人 装备有M1卡冰箱 汤姆三冲锋枪 普朗宁M19180轻机枪 普朗宁12.7毫米重机枪 60毫米排击炮 巴族卡 火箭筒 火焰喷射器 扫雷器 橡皮粥等美制装备 全军还集体佩戴了美制M1技术钢盔 1945年7月12日 中国空降兵迎来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当天凌晨 第一突击队180余人 乘坐C460运输机 在美第14航空队的掩护下 从昆明城贡机场起飞 于上午八十许 在广东开平县苍城镇空降着陆 随后第一突击队在敌后展开游击站 曾一度打到广州西南的新会县 7月底又进站罗族县 8月3日夜 突击队向南江口的日军据点发起进攻 兼敌数十人 日军恼羞成怒 派出重兵围剿 伏机队不与日军正面交锋 转入山区继续开战游击站 直至8月15日日本投降 由于第一突击队距离广州最近 他们也就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广州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军队 1945年7月18日 中国空降兵进行了第二次空降作战 伏机队第八 九 十队五百余人 在广西丹竹进行空降 这批部队歼灭了丹竹机场的日本守军 并占领机场 8月3日 空降兵又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 对丹竹的日军补给基地发起了进攻 日军虽极力反抗 但在空降兵强大的火力打击下 很快就溃败了 1945年7月27日 空降兵进行了最后一次空降作战 伏机队第二 三 四队一步 共一百零八人于上午八十许在衡阳以西的红罗庙一带跳伞着陆 随即开展游击作战 伏机队在衡阳公路附近 伏机了日军一支运输队 击毁敌军车三辆 必敌六名 随后又在当地地方武装的配合下 袭击了台元寺的日军据点 歼敌数十人 日本投降后 这支部队又作为先遣队 参加了中国第四授降区 采长沙的推日授降仪式 抗战胜利不久的 1945年秋 这支部队调往云南 为蒋介石解决龙云问题出力甚多 1945年底 伏机总队扩边为散兵总队 化归航空委员会后该称空军总司令部 部分散兵还被空运至东北 成为蒋介石东北行营的警卫部队 1946年8月 部队移驻南京 参加全面内战 由于在内战中 美国大部分时间 对华实行军品禁售 散兵部队缺乏散将戏剧 缺少散将训练等种种原因 散兵总队并未进行过空降作战 而是被蒋介石作为了一支机动力量使用 有时被用作保卫经济 有时担任清剿 一段时间被派往金浦龙海陆一带 进行灵活机动反应 但始终没有把它投入到大的战斗中 1948年3月 散兵总队改编为空军总部的散兵司令部 进一步下 强了装备和训练 这支部队由黄土七七升张旭子少将任司令 下辖三个散兵团和四个直属营 每团官兵2500余人 由于其装备训练和士兵素质都比较好 机动性强 因而深受蒋介石的崇祭 国民党军政界是之为蒋介石笛系部队中的掌上明珠 但是这支新改编的部队 在随后的战争中 很快便受到了解放军的沉重打击 1948年7月 散兵第一 两团当时称第三快速纵队 隶属黄百涛兵团指挥 在玉东随起战役中 遭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重创 两个团长一死一伤 六个营长二伏一伤 连排长大部分伤亡 司令张旭兹侥幸逃生 司令部一位姓罗的副参谋长 在初围中也下落不明 眼见这种惨状 张旭兹曾私下对人说 无论是气还是民心 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 只有寄希望于何谈 在此情况下 1948年9月 散兵部队被调回南京 按编制装备齐全 重新进行整讯 蒋介石原计划 让这支部队守卫南京 但且在被迫隐退的前夕 不甘心将散兵留在南京冒险 岁于1948年12月 将散兵调驻上海 并在南京单独召见了 散兵司令张旭兹和三个团长 对他们未免有加 并强调继承黄埔精神 完成堪乱大业 无负党国期望 1949年2月 将届时又下令散兵按预定计划 撤往敏台 并准备将第三团第一营 作为他的警卫部队 新任散兵第三团团长 是中共秘密党员刘农军 1949年3月上旬 刘农运得知部队即将经海陆撤往敏台 三团将作为第三提队时 便立即向中共地下组织 汇报了这一情况 并建议利用南撤驶机 发动海上起义 1949年4月11日 散兵第三团乘坐中自102号坦克登陆艇前往福州 13日 刘雨散兵团内的其余几名共产党员 夹造了一封国防部电报 要求船长改航星岛 船长起伏不肯 后又说要先向招商局报告 共产党员李贵田掏出手枪 声言如不听指挥 一物战机 当以军法论处 船长被迫掉头北上 15日 散兵第三团顺利到达连云港 起义成功 1949年6月 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部队改编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散兵训练总队 并确定归华东军大领导 同年10月 部队调到南京 改编为华东军大散兵训练总队第7总队 经过近一年的军政教育 1950年8月 一部分随留农郡 李贵田等去空军陆战第一旅 参加人民散兵的创建工作 一部分调去第九兵团 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 其余部分改编 为了华东军区教导总队 至此留在大陆的这支散兵部队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留在郭敏党序列内的其余散兵部队 包括司令部 第一 两团和直属部队 军于1949年3月撤离大陆 1951年5月 改为陆军散兵总队 下 辖四个大队 改属陆军总部指挥 1953年5月 缩编为两个大队 约两千余人 改称游击散兵总队 1953年7月 该总队第一大队400余名散兵 参加了国军袭击大陆东山岛的战役 该部空降着陆后 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仅八十余人逃出生田 此后 这支部队在未参加过任何战斗 国共散兵人一家 七十年载刀剑下 兄弟相间和太极 相逢一笑米安愁 《杀杀讲史堂》第594期 历史系列第253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杀杀》第294期 《杀杀》第195期 《杀杀》第195期 《杀杀》第195期